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意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信各样的善事 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 它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圣经非常重要的原则 首先它说这个读圣经的钥匙是谁 耶稣基督 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你从耶稣基督的这个角度 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智慧 你才能读得懂圣经 而圣经呢是神的漠视 是神的启示 是神给我们的真理 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真理 是为了教训我们督则 我们让我们归正 让我们学意 让我们完全 而且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做出各种各样美好的事情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 那今天在这一刻门徒的读经操练当中呢 我一共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五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叫做读经的前提 在我们读圣经之前 其实有一些重要的原则 是我们读经的一些前涉 那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读经的线索 很多的人读不懂圣经 其实圣经是可以提纲窃领的 你抓住一些重要的圣经线索 或者圣经的密码 你就能串联起整本圣经的内容 你就知道这一本的圣经 到底在跟你说什么 第三个部分呢 叫做读经的方法 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读圣经 第四个部分呢 读经的次序 第五个部分呢 就是读经的要诀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就是读经的前提 一共有七个前提 在我们读圣经之前 这七点应该存在我们心里面 成为我们读经的一个前涉 那七点 第一 神的圣经无误 所谓的圣经无误论 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无误论 是说上帝在原初 所启示给我们的最早的那个圣经 写下来的圣经 是没有错误的 圣经原本的启示是无误的 但是后来在传抄的过程当中 在不同的语言翻译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疏漏 可能会有歧义 那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上帝原本的启示 是完全无误的 我们绝不怀疑上帝的话语 那第二 人的认知有限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圣经是无误的 但是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们面对上帝启示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错误的理解 或者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会有歧义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并不是圣经错了 而是我们的认知有限 我们理解不了 上帝的启示 有些时候 他超越了我们理性的认知 比如说圣经最基本的 我们的属灵的真理 所谓的三位一体 我们所信的神是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或者耶稣基督 神人二性 他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又三又二 这个其实是超越了人的理性的 因为在我们人来讲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三就是三 可是圣经却说三位一体 神是三位 又是一体 这个不合人的理性 耶稣基督是神 人二性 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这个也是超越人的理性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神错了 而是人的认知有限 在圣经当中 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要知道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第三 虽然人的认知有限 人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的 完全的理解 明白解释神的话语 但是圣经的信息 仍然是清楚明确的 所以第三点 第三个前提就是 信息清楚明确 关乎圣经的主题 关乎神的救恩 毫无起义 圣经 清楚明确 把神的话语 把神的启示 把神的心意 告诉我们 第四 圣灵引领 进入 我反复地强调 圣灵被称作是 真理的圣灵 所以圣灵是要 引领我们进入真理 是要帮助我们 明白神的话语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读不懂圣经 怎么办 祷告 仰望圣灵 呼求圣灵的带领 当圣灵在我们心里 做工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祷告当中 蒙圣灵光照的时候 我们读不懂的圣经 就读懂了 没有亮光的圣经 亮光就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第四点 我们要倚靠 圣灵的引领进入 那第五点 属灵生命之量 神的话语 圣经 最终要成为 我们属灵生命的量 所以它不单单 只是一些理性的 头脑的知识 当然圣经里 有很多的知识 可是知识 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而是这些 我们从圣经里面 所得到的知识 所学到的 这些圣经的内容 被圣灵使用 被圣灵工作 最后成为 我们生命的量 所以最终的目的 是要喂养 我们内在的 那个属灵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 一个最终的目的 一个期待 好 第六点 头脑 心灵 病重 我反复的强调 读经是 理性 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透过理性 比如说你研究 圣经的 原文 研究圣经的背景 圣经的历史 圣经的考古 圣经的文学 圣经的文字 等等等等 研究上文 下理 用各种的方法 来研究圣经 那这个都是 理性的层面 帮助我们 明白 圣经到底 在说什么 但是 理性 要和我们的心灵 要和我们的情感 并重 这个最终的理性 要化作 我们生命的量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内在的情感 要对神的话语 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第七 也就是最后的一个 读经的前提 也就是三个字 三个词 知道 信道 行道 你要知道真理是什么 你要相信真理 你也要遵行真理 所以我就叫它 知道 信道 行道 我们中国人说 知行合一 你知道的东西 你要做出来 但是对于 这个圣经的真理 来讲 中间要有一个 最关键的节点 那个连接之与行的是什么 是信心 你知道了以后 你只有相信神的话 你才会去做 你为什么没有去做 没有遵行 因为你不相信 你信了才做 你不信 就不会去遵行 所以 这三件事都很重要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用头脑 知道神 对 你说了什么 第二 用信心 来抓住神的话 最后 用我们的行动 去遵行 去做出来 神的道 所以这个是 七点 读经的前提 那 第二个大的部分呢 就是读经的线索 很多人说 他读不懂圣经 其实 圣经的内容 虽然非常的繁杂 很多 一共66卷书 旧约 新约 那么厚的一本 那么多的作者 跨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作者 所写成 里面讲了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 圣经里面是有一些 简单的 重要的线索的 当你抓住了这些线索 你就可以提纲 切领的明白 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 这个抛砖引玉 讲五个 圣经的线索 当然圣经中 还有其他的线索 但是这五个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的线索 哪五个线索呢 第一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是圣经 绝对的主题 旧约 预言 这位旧主 要来到世上 成为我们的旧属主 而新约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他来了 他成就了旧恩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新约是实体 旧约是影子 所以整本的旧约 都在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怎么预备这个旧恩 是怎么预备 他儿子耶稣基督 要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的 到了新约的时候 那么耶稣基督就真真实实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为我们死在十架 又从死里复活 然后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带求福音 临到了住在地上的人 又借着他的门徒们 一路的广 传直到今天 所以这个就是新约 旧约新约的线索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你再比如说第二条的 圣经的线索 叫做旧恩 在伊甸园里 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就堕落了 那上帝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宣告对人的审判的时候 就预言了这位救主的降临 所谓的女人的儿子 要和这个蛇的征战 蛇要伤女人儿子的脚跟 而女人的儿子要伤蛇的头 女人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其实上帝已经预言这个旧恩 所以你发现 整本的旧约都在预言旧恩的降临 到了新约 耶稣基督来了 那么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个救恩 但是这个救恩并没有完全 今天我们说我们得救了 可是我们这群基督徒 我们只是得到了灵魂的救恩 我们并没有完全得救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会生病 还会衰老 还会衰残 什么时候完全得救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被提 提到空中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那么我们叫做复活 身体复活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完美的灵体 如果我们有幸 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 我们就叫做被提 在被提到空中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完全地改变形状 成为那个美好的完美的灵体 到了这个时候 救恩才完全 我们的这个灵魂和身体完全地得救 而且从旧约到新约 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一直反复地呼求 那个神的救恩 但这个神的救恩在不同的处境当中 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比如说当年在这个埃及为奴的 那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 神的救恩对他们来说 就是救他们出埃及 所以出埃及既就是讲咱们出埃及的 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神的救恩 他们在红海的旁边遭遇了埃及的追兵 可是上帝为他们打开红海 他们走干地过了红海 可是后来红海的水河上 把埃及的追兵全部的淹没 那个对他们来讲又是一次伟大的救恩 所以这些在旧约的当中 上帝对他们的这个在危难 在死亡 在苦难当中的拯救 就是被看作是救恩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身体被神医治 那个是神的救恩 我们灵魂被神拯救 这个是神的救恩 我们将来身体完全的得赎 也是神的救恩 所以神的救恩是有着丰富的含义的 但是它最起码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人是软弱的 人被罪恶 被苦难 被死亡捆绑 所以人需要拯救 而我们的神 神儿子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祂是我们拯救的神 祂要来救我们 赐给我们救恩 祂要救我们的身体 救我们的心灵 救我们的灵魂 祂要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被称作是整全的救恩 我们身心灵的拯救 身心灵的祝福 所以这个是救恩的这个角度 帮助弟兄姊妹来理解圣经 你再比如说第三条的线索 创造 创造也是一个圣经的线索 在创世纪 圣经的第一卷书 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整个的世界 但是可惜当人犯罪了以后 不光人堕落了 整个世界也落在虚空当中 落在苦难的里面 可是后来上帝有了一个新的创造 那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教会其实是上帝的一个新创造 上帝创造了教会 我们是一群被完全更新了的新人 上帝的新创造就是教会 再到了将来呢 上帝还有一个新的创造 叫做什么 叫做新天新地 上帝要把他新造的教会 安置在他全新的创造 新天新地的里面 他要做我们的光直到永远 那原来的那个创造会怎么样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要完全地被火消化 一切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都不存在了 原来的创造到了最后 有一个终点被上帝完全地毁灭 然后上帝新造的教会 进入到上帝全新的创造 新天新地当中 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直到永远 这个就是创造的主题 再比如说第四个圣约 我们中文的圣经原来的翻译 叫做新旧约全书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圣经两半嘛 前一半叫做旧约 后一半叫做新约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意 什么叫新约 什么叫旧约 其实这个新约旧约 就是指着上帝与我们人立约 他所立的那个圣约 他所立的那个盟约 约是什么意思 约就是把本来没有关系的两方 透过约的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人因为犯罪与上帝分离隔绝 所以上帝透过约的形式 把他自己和人紧密相连成为一体 所以约的核心是什么 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跟他所拣选的子民 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 圣约的核心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 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人跟神就连到一起了 但是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约 那旧约的这个约主要指的是西乃之约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进入旷野来到西乃山 与上帝立约 上帝给了他们实戒 法板给了他们律法 让他们与上帝立约 上帝要做他们的神 而以色列民这个群体成为上帝的选民 要做上帝的百姓 做上帝的子民 这个就是西乃之约 西约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教会立约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是我们的元首 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而教会是神的子民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把神跟人紧密的相连 但是圣经呢其实有很多的约 圣经一共有这么多的约 伊甸之约 也就是神跟亚当夏娃立约 后来有挪亚之约 有彩虹之约 大洪水之后 这个挪亚献祭 彩虹之约 然后亚伯拉罕之约 跟亚伯拉罕立约 还有刚刚我所讲到的那个旧约 所指向的西乃之约 还有摩押之约 以色列人走到摩押地的时候 上帝再次的跟他们立约 宣布什么样会被神祝福 什么样会蒙神的咒诅 然后大魏之约 上帝跟大魏和他的家 大魏这个家族立约 然后旧约中的新约 这个出现在 这个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和后面的经文当中 这个旧约中的新约 耶利米预言将来 神要定立新约 到了最后 那么就是主耶稣与我们教会 所定立的新约 好 这个是圣约 那最后的一个读经的线索呢 叫做生命水与生命树 那一讲到生命树呢 弟兄姊妹就知道 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 其实这个伊典园中 有名有姓的树只有两棵 一棵叫做分辨善恶树 一棵叫做生命树 人吃生命树的果子 就永远地活着 但是人如果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 就会死 那这个生命的水在哪里 当讲完这两棵树以后 圣经紧接着告诉我们说 从伊典园当中 有水流出来分为四道 他们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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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产生什么什么什么样宝贵的东西 这个水是滋润整个伊典园的 为他们供养这个生命 你要知道 在中国的古籍当中 也有类似的记载 在中国的古籍淮南子当中 说天下有四水 此四水者地之神权 我们在古籍当中的地 都是上帝不是皇帝的意思 是上帝的神权 干什么用的 以祸百药以润万物 所以你看生命的水 生命的树 都是为了给人生命与医治的 后来到创世纪启示录 后来创世纪出埃及纪 后来先知书等等 一路的都在预言 有生命的水 有生命的树 包括诗篇 包括真言 不断地出现生命水 生命树 都是要给人生命 要给人医治 到了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 对那个妇人说 你要喝这个水还会再渴 人要喝我所赐的水 就会在他里面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信耶稣的人 从我们里面要有活水的江河 涌流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都是指到生命的水 那么到了后来的时候 就是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二章 在以福所书 给他们的书信当中 讲到得胜的应许 还有到了最后启示录的最后的一章 就是二十二章 讲到那个新天新地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那个神给他子民特别的恩典 就是从神那里有生命的水流出来 那个生命水的两岸 有生命的树 这个生各种的果子 叶子能够医治万民 他讲到的都是生命 讲到的都是医治 所以你看整本的圣经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不断地出现 生命水生命树 生命水生命树 他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水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树 所以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才能得生命 这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所说的 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的 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人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所以整本的圣经 不断地提到生命水生命树 这个重要的圣经密码 重要的圣经线索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 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得生命的 好 那讲第三个方法 这个第三个部分 就是读经的方法 读经的方法 有五个方法 第一速读 每天就多读一些的章节 为了最快地读完整本的圣经 目的是为了掌握圣经全貌 第二是经读 不一定读那么多 每天少读一点 但是要深入的思想 来明白神的话语 到底在说什么 它的目的是为了挖掘 深入的挖掘 圣经的内涵 第三个读经的方法 叫做研读 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的资源 来研究神的话语 我们也可以弟兄姊妹 来一起查经 一起研经 我们甚至可以上一些的神学的 或者圣经的课程 来学习圣经 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的丰富的 属灵的资源 这些材料 这些书籍 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 明白圣经 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 研经的方法来研读圣经 这是一个更高的读经的层次 还有第四个 主题式的读经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救恩 我们就把圣经中 所有关乎救恩的经文 都把它找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查经的软件 把所有关有关的经文 都找出来 我们彻底搞清楚 这个主题到底在说什么 比如说魔鬼撒旦 我们把圣经中 所有跟魔鬼撒旦 有关系的经文找出来 让你明白 关于魔鬼撒旦的真理 到底圣经是怎么启示给我们的 这个是主题归纳经文 那这个第五个方法 背诵 鼓励弟兄姊妹 可以背圣经的 把圣言深藏于心 越年轻的时候 越要好好地背圣经 因为你年纪越大 记性越不好 鼓励弟兄姊妹 无论年长或者年轻 尽我们的力量 去背诵圣经 特别是一些圣经当中 宝贵的金句 把它记在我们心中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听见神对我说话 怎么对你说话 透过那些已经藏在你心中的 圣经来对你说话的 那么在艰难 在苦难 在黑暗的时候 突然之间 神的话语就出来了 成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帮助 那个时候的亮光 那个时候的力量 而那个话 是我们平常已经 背诵墨迹 在我们心里的 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好 这是五种的读经的方法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是读经的次序 读经鼓励大家 先新约 再旧约 那新约呢 我建议大家 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 马可 马太 这个路加 然后是约翰福音 其实约翰福音 是四卷福音书里的 神学最高深的一卷书 你可以在四卷福音书里 放在最后 马可最简短 最清晰 可以先来读 帮助你大概了解 耶稣的生平 好 第二呢 也鼓励大家 当你在读新约的时候呢 不要旧约就完全不顾它 你可以每天读一篇诗篇 读一篇的真言 因为诗篇是帮助我们用情感来回应上帝 真言给我们很多做基督徒 为人处事人生的智慧 或者明白很多上帝智慧的教导 所以我们每天无论你读多少的新约 鼓励你每天读一篇诗篇 一篇的这个一章的真言 或者读一篇诗篇 读完诗篇再读真言 总之这样新约旧约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读 第三种的读经的次序呢 有一些的教会或者机构会出版一些固定的读经表 或者读经计划 它是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 把不同的经文放在一起 让我们来阅读 都经过精心的编排 那这种的读经的方法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参照 好 最后第五个大的部分 我要讲到九点读经的要诀 非常重要的 第一 持之以恒 读经最重要的是坚持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瓦 第二 制定计划 你在读经以前是要有一个计划的 比如说我计划一年之内 把圣经读完一遍 或者读完两遍 我计划这个月要读哪几卷书 下个月我准备读哪几卷书 或者我计划 今年我要深入的研读几个圣经的主题 你先给自己列一个计划 然后把这个计划细化到每一个月 每一周 甚至是每一天 然后你按照这个计划 非常自律的去遵行 当你没有计划的时候 你就发现最后你的读经就变成了空谈了 第三 倚靠圣灵 读经一定要倚靠圣灵 因为它是真理的圣灵 我们读不懂的时候 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不想读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第四 肢体督促 人都是软弱的 人的那个老我的罪性 都是想要远离神 想要享受那个罪中之乐的 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教会 因为神给我们一群的同路人 所以我们肢体之间 应该彼此的督促 一起来读圣经 比如说整个教会 或者整个团契小组 或者我们的家庭 我们制定一个读经的计划 所有的人都来参与 每一天的打卡 今天你要软弱了 你懒惰了 但是别的弟兄姊妹 鼓励你 督促你 让你能够追上这个读经的进度 第五 精心安排 精心安排 安排什么 安排最适合的时间 最清醒的时间 你可以拿出最长的那个时间 安排一个最好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让你的心可以静下来的地方 安静最好的环境 让你去读圣经 所以读经是要精心安排的 时间 环境 地方 各方面都要去精心的安排 第六 结合祷告 读经跟祷告是不能够分离的 读经当我们读到心里 特别感动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化为一个祷告 而我们的祷告是 以圣经作为根基的 祷告是回应神的话语 祷告也是听上帝 借着祂的话语 对我们有什么话说 所以读经和祷告 好像基督徒的两条腿 我们要并行 第七 渴慕千悲 这两个态度非常的重要 人为什么会读圣经 你里面渴慕神的话 渴慕神才会去读 好像路窃目吸水一样 你没有渴慕的心 我们就要求圣灵 赐给我们渴慕的心 然后千悲 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不要很骄傲地觉得 哎呀 圣经 这个不合理性了 这里写错了 那里不对了 这里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当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 前提是什么 圣经无误 而我们人的认知有限 我们人是罪人 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 我们不能理解 或者让我们那个 那个罪恶的老我不舒服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谦卑下来 来服服在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权柄之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读经态度 第八 顺服遵行 读了神的话 明白了多少 你就顺服多少 遵行多少 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挑剔的 不是让我们当作理论 去讨论的 神的话最重要的 让我们实践出来 活出来 顺服遵行 最后与人分享 神的话不单单只是 我们自己生命的粮 我们也要去与人分享 分享福音 分享神的教导 分享神的真理 而且在这种分享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发现 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不够 自己对真理的认知是非常肤浅的 而这一种的不足 不知 就推动我们更深地去研读圣经 更多地去掌握神的真理 反过来促进我们 这个读经操练的成长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的第九课 就是讲到门徒的读经操练 愿神帮助我们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 极大的力量 极大的祝福 极大的亮光 我们下一课再见